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个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这段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channel 另外还有正向部再加上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说这宗案件 话说近来看一看法庭新闻里面有一宗与这些黑暴友有关 其实都发生在2021年12月19日 就在香港九龙客得道11号利袖商业大厦的地府 那里有间酒吧 叫做起点 喚起起 这六个疑犯犯了什么事呢 话说是一个便衣的男警员 就去到这些酒吧进行一些行动 在期间竟然刚好得那么巧 世界真是小 在酒吧里面就给他一个中学同学认得到他的身份 马上起控 结果这位sir也很惨 被人禁锢围偶 还脱了他的衣服 再抢他身上的东西 本来一开始就有五个涉案的男子 被控非法禁锢等等去提堂 后来再拉多一个22岁无业的男子 同时都是控以一项非法禁锢 但是最近去到法庭看到案情 和他们的控罪方面也有增加 待会可以再说一下 很搞笑 这帮人其实很快在2022年年头 即今年的年头的时候 已经开始被还压 其实压下压下都压到9月了 因为这件事 近来辩方也申请把案件再压后到11月1日才去审讯 因为需要申请法援和为被告提供法律意见 法官也说可以了 当然被告也没有打算搞什么保释申请 继续由懲教署看管 这帮人都挺狼死的 这位中学同学认到阿sir之后 整群合同时就立刻把阿sir撕了 哇 你说多离谱 还剥他的衣服 其实我们看那个时间 已经是2021年的年底了 那些什么黑暴友出来搞破坏 或者他们那些叫什么光示口号 随着港区国安法都真的近乎于 剩下了很多 哇 不知道是不是这帮人在酒吧喝大两杯 或者那个环境气氛底下 哇 他们完全是事法律如无物的 我们看到这件事了 六个被告里面 刚才有一个无业 我们从这帮人的职业 我们大概都猜到当时候的环境是怎样的 或者是推理到 不要用个鼓字 有一个23岁 泰籍的唱片騎师 即是DJ 似乎在这间酒吧里面 负责做打碟 另一个27岁 姓李的调酒师 很明显也是在酒吧里面 应该是调酒的 还有一个28岁姓麦的 事应 即是很明显 也即是他很大机会 就是这间酒吧里面的事应 即是六个被告里面 有三个都应该是酒吧里面的人 跟着有一个是地盘工 一个是运输工人 刚才另一个是无业 这六个里面 可想而知 一喊 哦 警察 哦 他是警察来的 你为什么来这里 然后可能骂他 还是有其他不同的动作 竟然颠到习警 这样都敢死 你明知走不掉 这间酒吧里面 一定有CCTV拍到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样都要去做 这真是抵拉抵罚 刚才说了 除了阿sir的衣服 禁锢他之外 其实还有向阿sir 真是施了打他 六个都是同样避控 即是一项非法禁锢 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 记住是严重伤害 还有抢劫 这三项罪名 六个夹手夹脚 就抢阿sir的手机 还有身份证 不知道是否用来拍照 然后放上网 其中 刚才提到的 有一个调走私 还有一个运输工人 被控多一项抢劫罪 因为他们连阿sir的银包都抢了 抢了银包 所以就拿到身份证 你拿完身份证就算了 还要整个银包拿 连阿sir的银行卡 八达通 还有现金大概六百元 锁匙都拿了 那你怎么回家呢 还有被控多一项 就是刑事恐吓罪 给这个调走私 说他威吓这位警员 会令到他的家人 人生 名誉 或者财产 会受到损害 亦都意图令到这个警员受惊 导致他 不会作出他在法律上有的权利 去作出的行为等等 我们从着种种以上讲到的细节 例如恐吓阿sir 就是说会搞他家人 抢了身上的东西 银包拿到银行 全部都拿到 而且也私了这位阿sir 你 Porch 这帮小人 完全没有理性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除了这六个之外 有其他人 只不过没有作出拘捕 比例巴黎大 还有十多人围着阿sir 所以其实在2019年这件事 警员 其实到的要нуться的 如果男人范 rainy身份时候被认出 会不会有同等的危险呢 其实他们都处于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里面 有另一个高风险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像这些酒吧里面那样疯狂的人 话虽如此 有控告这六个人 但是好像sir的什么身份证 或者一些个人资料 真的已经被这帮人拿出来 都不知道拿来干什么 话说捱的就是这六个人 控告他恐吓或者其他事情 但是我想这位sir的家人真是小不免 真的会因此这件事 然后再被起底 其实挺惨的 警方在2019年这件事 尽力令到止暴滞乱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还当警方好像仇人那样 哇 有没有搞错 已经去到这么后期的阶段 竟然因为这些小事 见到一个便衣的警员 他一个人在现场说 你就要这样去做 纵承世界的 那种感觉 我们尝试一下 会不会思考 在警员的角度看 其实真的挺担心的 就算自己一个人单别 走出去有一些小小事要做 也有这样的危险 我们记住 便衣而已 如果他收工 穿一套平常人的衣服 不是穿着警察的制服 那又如何呢 是否又会有这样的风险存在 会被人承认到 还是怎样的 承认到你的中学同学是警察 原来这样的人潜在社会里 对于警察有一种莫名的仇恨在 即是去到今时今日都有 见到不少因此对于 好像教祖前一哥肖扎儿 他确诊 又是很开心的 凡是见到警队有什么问题 便拍烂手掌 其实见到这件事有机会 日后可能还有其他人被拘捕都不顶 即是他们那些不要以为自己这么开心 不过以这件事来说 人们都在吵架 觉得都是影响到一个警察 那用不需要他们还压 可能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非法集结 暴动那么严重 即是我们只是画面上或者罪名上 不过你们的态度或者你们的取态 都真的有多令人害怕 见到警察就脱他的衣服 即是要羞辱他 恐吓他 攻击他 这班人都不一样 欠着美男儿当爆樽 如果有的话还得了 所以这件事这么侮辱性 也带有恐吓人家家家人的成份去里面 还有抢劫 我心想即是即使你不喜欢警察 但是你抢了他的银包 拿了所有提款卡 那又有什么用呢 即是你看到他们的行为是有小学鸡 你连他的铰匙都拿了 我不知道他脱钢的程度脱到怎样 我想应该还有负着 又令人马上想起 想当年的机场事件 顾国豪给他们脱了一条裤子 你们又想做这些事情 即是他们这班人潜藏在脑里面 这些画面 这些行为 还觉得自己很有型 或者觉得自己很正义 这班人真是瘋子无极限 接下来11月就看看这班人 究竟会不会主动去认罪 认罪的话 我想也算是快点可以出回来 你们说完都算是还压了 也有大概11个月 到时候来计算 希望这宗案件可以警醒更多人 不要这么瘋 也不要把这6个人封为英雄 还有就算有人在网上 叫这6个人是英雄 还是怎样 他们的家属来说 觉得你叫得过瘾 他们要去坐牢就是他 就算对一个警员做出以上我们刚才说的行为 又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报手 输一口气 输了自己的前途 就算到时候旁听司叫他撑住 保重好人一世平安 这些是不是呢 那究竟叫不叫平安呢 究竟是你不平安 还是那个阿sir到最后他不平安呢 那阿sir当然好之后就无事了 拿回一些东西的 或者叫做找失去了的东西 那都是回复回正常生活 可能家人会受到一些影响 他自己心理上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最大影响的都是这6个的疑犯 就是这么简单 那好了 今次讲到这里 希望那些人真的不要那么疯了 多谢大家 拜拜